3000多4000多起跳的 一个房子 哇天哪 OK那如果说我今天有这些资料 那这些资料网络上也找得到 或者你们自己keykey 几个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做个list review 该怎么做 当然你可以怎么样 自己在上面 加ul ul 然后li 可是太笨了 重 有没有快点的方法 我前面讲有没有 你先把资料输入之后对不对 第1步第2步的话呢 给项目符号 那项目符号特别注意一下 如果你这个地方 是分段的话 不行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是 分行不行一定要是分段 分段 就是说一定是个段落 他才会是一个项目符号 所以这边的话呢我们先把它做成项目符号 他一定前面都一点一点 第1步第2步的话呢 第1个要先前面要看点 第1个 第2的话呢 就是要把它变成什么list view 那怎么样让他变成list view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选举状态的时候 找到什么呢 Data Row DataRow 找到DataRow 给他一个什么呢 给他一个list view 加上去 然后再来怎么样呢 这个 时候我们及时看一下 有没有发现 他就变成一个什么呢 list view 但是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他能够有圆角的话 再来怎么做呢 做一个什么呢 Data 什么呢 DataInsert 有没有 有没有看到Data 再来的话 有没有 把它改回来 及时 这里的话呢 再把那个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DataInsert 这个属性对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True 再切来看一下 有没有看到圆角 OK 本来 没有圆角 也没有内缩 但是加了一个DataInsert 马上效果就出来了 但是 特别是 因为将来我们会写很多程式嘛 所以 请各位稍微看一下 这边的程式嘛 它的结构基本上一定是 一定是类似像这样子 就是说 一对的 一定是什么呢 UL开头 然后 DataRow 或是Listurview 那底下的话一定是Li 斜线Li 所以有的时候我会习惯的 在里面 再把它做一个格式化 再把它稍微调一下 比如说它没有排整齐 我会稍微把它排整齐一下 这个后面的话 让它放到后面 那看起来会比较 将来你在撰写程式的时候 也比较容易一些些 基本上它的结构大概类似像这样 底下都一样 OK 这个是第一阶段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产生一个 有圆角 而且